邓文迪与小鲜肉分手和神秘男子一同看球赛 2018年9月9日 2018美国网球公开赛第14日 邓文迪与一神秘男子场边观战 当天邓文迪将长卷发书向一边 身穿粉色上衣和紫色长裤十分时髦 这个拥有传奇色彩的女人进来又曝出了一格惊天大消息 她竟然和小自己26岁的鲜肉男友分手了 不过邓文迪身边从来不缺少男人 据悉他身边的神秘男曾是海蒂克鲁姆 海蒂克朗姆的前男友埃托什纳贝尔 Vito Schnabel又虽然与小男友分手了 但邓文迪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徒位邓文迪与畅销书作家德里克布拉斯伯格 Derek Blasberg一同现身 2019春夏纽约时庄周 据悉邓文迪与小鲜肉分手 是因为两人工作太忙 导致长时间没有空来相聚 致使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邓文迪满面笑容 气色好 邓文迪 中国江苏徐州人 原名邓文迪 后改名邓文迪 曾是传媒大亨 新闻集团总裁鲁伯特莫多克 Rupert Murat的第三任妻子 曾经任新闻集团 亚洲卫星电视业务副主席 有一个传奇的中国女人之遇 邓文迪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尤其是篮球 汪球和游泳 所以能够到现在还保持非常完美的身材 有一个传奇的经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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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